好,我們可以發現呢,其實平常我都是在透過電視上看到藝人 今天現場看真的覺得藝人真是玉樹林的 今天特地來到我們第七媒體的現場 我們一起進步和所有項目的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準備吃飯了 好,那我們知道呢 我們現議員本身也是在非常多的媒體啊,都有曝光的機會 包含前一陣子也是有上我們的17直播對不對 那想問一下議員,相較於電視跟廣播上面 覺得在17media這樣的平台直播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還有你有沒有什麼心得? 這大家比較刺激 這直播跟電視錄影不一樣 而且,廣播可以當時有1、20萬人幫你關注 所以你能夠積極和這麼多人直接來活動 尤其廣播呢,黑手在臉上 這些網友都非常厲害 我說話,如果假祭說不定翻頭,他就去幫你頂一下 所以讓自己很大的約束 要參加這個立播進展 準備的時間,比吉他唱電視節目更多 因為來這裡的條件更多 那想問一下,議員其實你剛才提到說 在直播上面,因為其實網友的互動其實非常的即時對不對 你自己又覺得說,如果準備不夠的充分 或是講錯了,會被網友直接就叮了對不對 那在我們直播之後,你有沒有介紹到 比如說選民友給予你怎樣有趣的回饋? 有啊,真的 譬如說我頂著來 我就說要去花蓮 人家要辦花蓮,我要去 理事這類的,我講到 我怕我買沒有請票 所以如果沒有請票,我只要開請票 我告訴你,我服務所就收到我家中請票 他自己買好,叫你來 他就是愛你來就對了 所以這個網友很熱情 有時候,看到在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說話,騷聲騷聲 是 會不定,他問他在天公油菜來 油菜就走來 很多啦 後來有人叫你 叫油水很好的 你冷凍起來 他會怕你不吃啊 鄉鄉收到油水你才敢吃呢 我叫你你敢吃? 沒人敢吃 他就把他們祖公十八台都寫出來 我老公什麼 我老婆什麼 我老婆什麼 我的經歷什麼 我兒子在哪裡 你的朋友介紹 所以你放心 喝了 要開一間開 你怕來的東西我收到 但是最後我怎麼不敢喝 所以其實發現我們台灣的選民 大家都非常的貼心 對不對? 如果在直播上面發現議員有什麼樣的需求 或者是感覺好像有點感冒了 都會特別的貼心準備很多的小禮物送給你 那最後呢 想請問議員啊 在今天現場這樣的一個機會裡面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未來的觀眾說的話 或者是談論的議題呢? 我想說大家好朋友 其實我過去有通過 通過 通過 大家都 很要吃 只要我 如果在補這個 美食就對了 大家都很趣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以進步 我們可以走出去外面 因為你要做美食的節目呢 要介紹給人家 第一要先去吃 第二要去看這個老闆的後食 後食就是他剛才的部分 在衛生的要求 食材的要求 有夠了嗎? 所以呢 這間美食的介紹呢 這樣就會更成立 包括老闆做船的病 和他的做法 都會在我們節目中 在訪問的過程中 可以去發覺 我們的夢友呢 他就可以 對這個辦法 去做出 他自己心目中 教他的這個點心 就是這些好東西 所以我是希望說 有很多夢友都跟我說 叫我要帶他們去 吃片台南的美食 其實美食不是像台南而已 好東西在全台灣 國館市都有 都有這個頂中辦的 好像清條 風中外傳出來 流團到台灣的點心 最少就有30項 30項是對清條 清條很多孩子做風庭 所以風庭 有時候 有時候 定期在台南的時候 那個大神 比較大聲的 騎走風雄 這個孩子 有時候還會帶到的 會怕 風庭 怎麼可以在那裡 撈開了 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太敢喔 就對這個廚房 偽度 拿出這個風庭 愛吃的點心 所以 孩子風庭 通常 我們流團來到民間 都是甜的點心 這以後有機會 我就向大家 望友來討論 謝謝音員的分享 非常非常的精彩 讓我們再次要熱情的掌聲 謝謝謝音員 謝謝 謝謝